另一件事就是關於多少歲可以飄眉 多少歲不可以 其實沒有一個特定的年紀說可以不可以 我有很多客人可能是到八十多歲 女兒帶她來飄眉 因為她們手震震已經畫不到眉 但本身她們已經沒有眉毛 所以也想長輩開心 所以她們可以來飄眉 所以她多大也沒所謂 我有客人最小就是十三歲的女生 但如果越小的話 因為這是家長的決定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其實她在學校的問題 如果你去外國讀書就沒問題 但本地學校可能就要想一下 始終也會有校規 我自己也不太建議很小的去做 當然啦 如果你去外國讀書 自由度會高一點 而且可能她又真的不懂化妝 而且很多時候這麼小的話 是因為她真的沒有眉毛 或者是有一些小朋友 她小時候真的撞崩得很厲害 所以就需要做一些眉毛 所以我也明白的 大家無論任何年紀 其實都想看起來精神一點 自信一點 漂亮一點 所以最重要是 並不是看年紀 而是看看你的需要